掃描漏洞 掃描漏洞 是用這個模塊吧 走一遍了 寫不住 掃描漏洞 什麼叫掃描漏洞呢 是不是檢測 這個網頁 什麼Segle注入啊 XXE啊 XSS類的對吧 左邊呢 確定它能掃得到嗎 有符號轉移 什麼叫符號轉移 這個符號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大概 請求一遍對吧 然後是用這個模塊進行一個掃描對吧 然後鼠標右鍵 然後發生到這個模塊對吧 哪個 發生到這個模塊是哪個 發生到這個模塊的話 那選個右鍵 就是選擇這個 OK 然後選擇 選擇這個掃描 然後它問你是不是掃描能做事 你看 這個呢 11%就是說 已經掃描到11%了 發現一個漏洞 請求數量為吃90吃 OK 嗯 等一下 我再來看一個 這個 它是少了什麼漏洞 比如說 結果注入 還有一個什麼 這個什麼英語 還有一個 文件 路徑 應該是物理路徑嗎 還有一個 X沒有注入也就是XXE之類的 LDA P一個注入之類的很多很多很多漏洞啊 還有JavaSquade 一個注入也就是俗稱為DOMXXXXX 在比如HTL5的一個翻譯下吧 可以翻譯了 還有這個文件 製造這個文件之類的 這邊呢 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這個 线程对吧 这个是 比如说 请求个网页 失败了 然后它顶多会请求3次 最多请求3次 如果还失败的话就这样了 就不用管了 时隔为2000毫秒 也就是2秒 能理解吗 这些我基本上是 没怎么用过 支持功能 你看应该扫描完了 扫描完 然后呢 它说3个漏洞 请求数管为459 然后你鼠标双字 这样你会发现一个漏洞 一个是4个注入 还有一个是这个漏洞 这个漏洞是什么 HTEP什么 不懂 然后你看它发送请求 发送的包是这样的 它支持这个 这种方法请求 然后响应内容呢 看这个 就这种的 响应内容是什么 吃这个 用来干嘛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是4个注入呢 4个注入 比如说 它请求一次 是这种的 对吧 这个能懂吗 怎么办 20% 是这样的啊 能懂吗 嗯 然后呢 嗯 然后再 然后它响应内容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它响应内容 然后它又请求一次 请求第二次 然后它响应内容是这样的 又请求第三次 响应内容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呢 说明什么呢 这个参数啊 对吧 嗯 存在这个4个注入 你看 4个注入 红色了 说明是高位 这个黑色呢 说明是低位吧 黑色的说明是低位吧 能接吗 能接 这个黑色没什么用啊 这个没什么用的 黑色的 嗯 再来啊 嗯 这些呢 需要 比如说你选上一个沟 对吧 嗯 把它全部去掉吧 然后呢 你选上这个沟 说明是谁口注入 对吧 misei口 谁口注入 对吧 检查这个这个 这个是个注入 那XSS的什么的 就不不不不测的话 就不用不用勾对吧 那就你又把它勾上之后呢 我先把把那时候就给 挂了嘛 就不就不要去扫这个 这个注入 我想扫 扫什么呢 扫这个 哎 扫这个吧 嗯 扫XSS吧 不不 扫 扫什么好 嗯 嗯 嗯 随便扫个吧 比如说扫这个 input 随便邮件对吧 嗯 你说它 它还能扫出什么来吗 不能啊 你看啊 扫完了 已经 嗯 这个对吧 扫完了 然后有两个漏洞 什么漏洞 哪里 没有啊 两个 哪里 不是 这个呢 是发送两次起球 对吧 漏洞是没有的 ok 对吧 嗯 这个是时间了 如果你想重置的话怎么重置呢 你啊 你不是点这里 对 要选 选 选择那个模块对吧 嗯 全部吧 那是不是重置了 ok ok 我看一下哪方面要讲呢 讲的比较常用呢 那我扫描的可以添加吗 添加字的模块 嗯 可以 但是我用这个工具扫描 不是用这个工具扫描漏洞 我是用别的工具扫描 我是用别的工具来扫描漏洞 比如说 WBS 我是用我自知的规则库来弄的 嗯 这个工具我一般啊 只是用来抓包 改包 进行一个包裹 进行一个漏洞扫描 简单的漏洞扫描就没有了 嗯 然后资本 就资本 很少用到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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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